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解放军少将朱成虎最近在访谈中提到当前的台海形势,他痛批国民党已不是昨日的国民党,国民党一些人过来说主张统一,那都是骗吃骗喝。 综合报道指出,朱成虎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表示,如果中国真要解决台湾问题,一定会做好各项准备,他也质疑国民党在两岸关系的立场,他认为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华民族的统一问题,在国民党脑里已荡然无存。 朱成虎批评国民党说句不好听的,国民党一些人过来说主张统一,那都是骗吃骗喝,因为主流并不是这样。 朱成虎说,美国对台海冲突有60多种方式可以采取,台湾需要去考虑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大,还是在台湾的利益大,美国有这么傻,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在中国的利益吗?